中华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相交辉映 您定会从中体验它的辉煌和美丽 我是华裔穆斯林 阿西亚原书明 您正在收听榴莲台 榴莲FM.com 榴莲当头自由高照 早安 我是小青 你好 我是维尔 你好 我是恩慈 在今天怎么改变 怎么你变成 今天我们讲的是儿童教育 所以我们要今天活泼一点 当然小朋友这样子 是我们是受教育 也愿意受教的好孩子 是我们大家都是好孩子 那今天这个儿童教育呢 我们请来了一位嘉宾 是就是叶宇成 David 他是本身是这个台湾中华国际 诸青山协会 马来西亚总分会的理事 同时他其实有好多的这个title 没有办法把它全部放出来 叶先生早上好 叶先生早上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那今天呢 要跟大家聊聊就是这个儿童教育 不过呢一般上儿童教育 我们聊多了 那在留言台呢 大家都知道 我们一般上的这个评论和言论呢 都离不开政治时事等等 民生也是一个问题啊 所以那今天儿童教育呢 这个政经文教 除了政经 还有这个文化之外呢 教育是其中一个我们非常专注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看到儿童教育到底它扮演着什么角色呢 那一般上我们都看到说在马来西亚有好多不同的这个观点 一般上的观点都是和教育程度和这个认知是有关系的 而最近呢 发生了有好多的这些事件呢 都是和一些民族啊 族群啊 宗教啊 等等有一些关系的 不过我们先从最基本的来了解一下 想问问这个David OK 其实儿童教育这个部分呢 我们所知道 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儿童教育和国外的一些儿童教育 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认真说起来都差不多 其实我说台湾因为台湾长大 我真的台湾来讲 比方马来西亚会讲说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文化 所以我必须学习说 试着跟不同民族人去做一个融合 去了解对方文化 那其实这情形在 台湾来说一个华人的社会 其实他们有一样的问题 他们就分外省人 内省人 三地同胞 而且内容是他们整个模式其实差不多了 只是内容不一样 所以可能 我也觉得整个那个模式 没有太大的不一样 只是说教学的内容方式不同而已 那所谓的教学方式不同呢 指的是哪一方面 包括他的内容是怎么样 就整个是文化的内容 比如说可能台湾就是 比如说他们内省人外省人的文化不一样 那马来西亚可能就真的说 马来西亚的文化 他们的开摘节 华人新年是怎么样的 那个印度人他们的朝拜访 他们拜神的方式是怎么样的 只是内容不一样 那可是我觉得整个大主题跟大方向都一样了 所以其实我很建议是说 其实在 因为就看那个标题 所以看今天这个主题标题 他就说其实 我们需不需要把民族教育或宗教特色放在我们的教科书上 那其实我是赞同这件事情的 因为我觉得在整个民族的这一个教学上 我觉得需要分成两个大方向 要内跟外 内呢是指说基本上他们必学习及思考自身 自己文化的价值性 先学会自己的东西 那你的概念是这样 你想说其实你要认清这个事实是说 自身的文化 并不一定是最右翼性 也不一定是最好的 为什么 因为你看整个时代大变化不一样 传承不一样 会说很多大环境 会有所改变 所以不用去太坚持自己的东西 永远是好的 反而是自己就了解说 文化怎么来的 那我这个民族发展到 现在是不是有些东西是需要去做改进的 那我举个例子 一个结婚的一个例子 那我不知道大家可能 我们经历过结婚这一段 那结婚有个东西要做 那个花龄结婚有个叫做什么 嫁妆 对 嫁妆 那嫁妆就说 好了那你要买很多东西 要买很多杂七杂八 包括说要洗澡盆 要什么 我们叫尿盆有没有 那我说自己一个例子就好了 当我跟我的太太 就岳父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太太跟岳父讲说 我们要买嫁妆 要买洗澡盆 给小baby洗澡的 要买尿盆 那我岳父第一个反应就是 蛤 baby家这么惨吗 他家没有马桶吗 他家没有浴缸吗 你懂吗 那这个就是一种时代的演变 对不对 所以就我们去接受这个 是说时代一直在变化 所以我们必须了解 自身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特性 那最重要的是你要承认一点 就是你未必是最好的那一个 你要是跟人家融合 就是说从内做起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不知道你们有什么看法 这是还蛮行得通的 就是看到自己 就是知道自己有不足的地方 然后再透过跟其他种族相处 然后去让自己跟其他种族 有一个相容性在那边 确实有助于那个民族之间的和谐相处 对啊 我觉得基本上 我会建议是这样 比如说那应该怎样实际上把它做起来 我觉得很建议从所谓的推动这个母语教学 母语教学 对啊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你必须了解哪个文族文化 比如米兰语也好 或是马来话都好 其实你还去了解你自己的文化 其实 那我不会让就是自己跟对方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 我先讲到这一点 这个是真的从内开始 我说有两个方向 那个是Y 我正讲内 内其实你要从自己的文字 语言要开始 因为我觉得文字跟语言会语调都好 是一个文化演变的一个见证 所以这样去了解 他没发现很多很多西东西是怎么来的 你可以追根塑底 其实他是一步一步演变到今天 是要从内做起 我先从内做起 那我刚才说 它两个方向 第一个要对外了 那东西可以再学习别人 所以你要学着尊重 跟了解别人的文化的差异性 你要了解跟尊重别人 然后呢 这种方式才可以知道说 因为我自己是这样子的 别人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东西教学 谁教一个完整 所以不会很 怎么说 很主观性的 我是怎样怎样怎样 那你跟我不一样 就是不对 不能这样去想 这个是从母语开始吗 那你指的母语是怎么说呢 比如说像台湾我知道 有好多不同的这个 少数民族之类的吧 对不对 这些族群 那当然他们去上课的时候 学的也是中文啊 那学的是他们母语吗 应该也不是吧 对不对 不是 我母语的意思是说 当然未必说是正规话 我是说希望说 一些家长或老师 其实会让你们在家里 学习自己的方言 这个意思 当然因为我们的 现在的科技太发达了 太忙了 没办法是要学太多语言了 那可是我还是会建议说 多多了解自己的母语 学着去讲这个话 我上次 比如说我自己是福建人 那我跟你说 我们下一代福建话 基本上都已经不会讲了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所以其实他们已经忘记 这件事情了 所以我说母语的意思 未必说要能够做到 能够书写什么的 可至少能够做一个 简单的沟通 但从另外角度来看 这不见得也是一件坏事啊 比如说像 当你是说你说你不会说福建话吗 但是你身边人 也是没有多少个人在说福建话 那统一的这个语言 不是加上更好的沟通吗 我主要一个意思是说 并不是说只学母语 不学所谓的一般的生活上的语言 是两者都兼施的 那我在官方正规教育 当然还是要学所谓的官方常用语 那是一样 因为跟人家沟通用的 那我现在只针对文化 传承这件事来说 所以必须了解你母语而言 变成这个样子 并不是绝对啊 不是说二选一的概念 总是要结合在一起的概念 特样总是要了解嘛 那所以我们就自然上 让自己小孩说 试着讲一点台语 试着讲一点福建话 试着讲一点客家话 这从内做起 那如果从外做起呢 你要了解别人文化的差异性 这个很重要 但你去看着别人文化差异的时候呢 我觉得希望说 能够带着一个学习的心态 跟欣赏眼光 去参加别的文化节目 那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不要去看 你刚刚那个心态 并没有站在那里去说 诶 为什么跟我不一样 人家是这个样子的 很好玩哦 我觉得心态就完全不同 会不会只是留意表面呢 因为你是去抱着一个 好玩的心态 可能好奇的心态 只是这样子去看看 所以并没有真正深入去了解 我觉得这个是第一步吧 我觉得第一点 你必须有这种心态状况 才可以跟人家继续接触吧 我觉得是这样 比如说很简单 因为我们是在做教育的 然后我们说 有三大民族家长都有 那他们一定要邀请 我们去参加他们的结婚典礼 那我第一个想法就说 那好啊 我去调解人家是长得怎么样子的 你才开始走出第一步 到他的结婚 那个婚礼上面 去参加这个节目 那慢慢他们觉得 刚刚他们了解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 为什么都坐在上面 我们都敬酒好麻烦哦 那反正 用这种方式去欣赏 就慢慢慢慢去走入他们了 所以我觉得是 做两面所从表面开始 那肯定是一定要的了 那你本身在马来西亚 也是一段时间了 在马来西亚这个教育界了 那其实马来西亚的儿童呢 就是这些小朋友呢 他们受的这个教育模式 我们知道 因为在马来西亚分成了 有这个 从小学 有华小 有国小 有淡米亚小学 那这三所不同的 原流这个小学 能会对小朋友造成什么 个别的教育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 除了语言上不同之外 呃 我会这样想啦 我觉得这个只是 为了可能说是因为 适应 因为我还要提到一个事情 就是说你要推动文化教学 其实你必须营造一个 多元化的学习环境 我觉得马来西亚这一点 其实是做得很好的 他已经做到 就是其实 就像我说的 你这个文化 这个学校 这个文化 这种学校 他把它分到 我觉得是很好的 可是我只是建议说 能够有更多活动 让他们能够结合在一起 这最重要的 就各自教学 对不对 可是其实我觉得 他们应该 想办法做统一的 怎么交流呢 因为语言都不通 比如说华小的 就说华语 马来西亚学校 国小的说国文 当然是 戴米尔 他可能是指挥说戴米尔 我跟你说 这个待会再提到这个问题 我待会讲到 那个学校教育的那个问题 待会提到这个话题 那我现在稍微带一下 就是说 其实 我会觉得 教学者要做个工作了 你要去 其实你必须设计 给营造一个 适合多元教学文化的 一个教学政策 你要本来教学 去适应他们 这样的一个方式 对啊 所以说可能他 就是同样啊 我在华校里面 可以学习 马来的文化 有没有 学着他们英文的文化 那一样在 国小里面 甚至说可能 我也可以学习华语 没什么不好的 甚至说 一般民间 我们的这些家长 其实还蛮多人 华人跟印度 开始来学中文了 他们觉得这东西 也很好玩 他们很鼓励 就学这个东西 那所以我自己说 朱星算文化就好了 其实我们学分 50%到70% 50%以上 都是非华人 其实说真的 这个朱星算 是华人学多 还是马来 还是印度人学多 以我们的教学系统来说 几乎占一半一半以上 占一半一半 对 他们开始重视这个 华人立场会觉得说 这个是 我们老祖宗 我们要去了解他一下 那对于 那个 就是非华人来说 反而觉得说 这个东西其实很好 我为什么不去接触它呢 我自己去接触它 他们能接受吗 能接受 而且我觉得他们接受度 比华人高 是因为 只是很 就是很技术性的一个教学吗 还是说 连 对 连带这个文化 也让他们了解 在马来西亚 其实这方面 就没有办法 去教文化进去 只是针对这个课程 就是比较技术性的 对 比较技术性的东西 比如说计算能力 这样子的方式 那可是他们基本就觉得说 这样是好的东西 就没有国际之分 会变成一个立场 对 那你们的教学是以英文 马来文还是中文 我就说 我们会以某一个语言为主题 会选以英文为主题 英文为主题 对 因为这样在马来西亚 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统合三个民族 会叫语言嘛 那当然 在小小时 真的是听不懂状况之下 就加个几句 他自己的本身的语言 加几句他们本身的语言 对 这样一个方式 其实如果说到 在马来西亚的话 不是应该 马来文或者国文 更普遍吗 它是我们的 马来西亚国语第一语言 对 这个会选择用英文 那这个我要强调是说 因为今天 是你的教学 应该是说 我们这种教学的重点 是在于主题上 这个技术性上面 所以基本上 我必须让他 重点上 让我们学到这个东西吧 对不对 所以我们去用 他能够明白语言 让他学到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 马来人的英文也不错 不错 也不错 那华人学生的英文也不错 也不错 是华校生吗 还是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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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刚才词 在十几年前推动的时候 到今天我们还蛮惊讶的 其实都有 而且他们其实接受率还更高 所以其实他们不会有一般 我们常常讲说 会觉得说 这是不同的文化 所以我很难去接受 反而其实他们已经 我觉得马来西亚进步到 已经 没有这个部分在 没有这种差异性在了 所以一个大马的概念 其实文化 本来就是交流的 本来就是融合的 我们现在看到马来 也在草鬼调 你知道吗 而且说 他有他的特色 对哦 你没有这个意思吗 就把眼冰 他自己特色出来 所以其实他是融合 能不能慢慢 再做一个融合 但是这个融合呢 在我们这边看起来 好多时候都是属于一个 比较表面的层面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在技术上的一个融合 但是当深入到 比较深度的一个程度 比如说在 是不是真的了解 对方的文化 而且是 比如说你说 吃了这个插柜调 插柜调是一个 技术上的一个融合 对 那或者说这个 诸心算 他也是技术上的一个接受题 那如果把这个拿开的话 你看到这个融合度 有在 有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呢 嗯 我觉得很 个体案例的问题了 我觉得人跟人之间 比如说 说实在里面有些 甚至我们会有些家长 因为透过这个课程 那彼此认识了 那两个就会相亲出去 一起去做一些活动 你明白吗 我觉得任何东西都这样 是完全不同族群的吗 完全不同族群 就是因为某一个话题 开始了 嗯 我觉得这跟交朋友一样 我现在不要分民主这件事情 我说人跟人之间都一样 今天我们做在一起 是因为这个留言电台 我们开始认识了 嗯 那可以慢慢开始去深入 所以我觉得其实 你有解都是这样子来啦 所以不要去特意去想说 诶 他融合到了什么程度 觉得我们先不想这一块 我觉得你第一个 出发点是很重要 就是很干纯 我来认识你了 嗯 有没有 那一定也会有一些 诶我跟你比较好谈的 嗯 就慢慢慢慢慢慢的发展下去 那那其实在小朋友 这一部分啦 嗯 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呢 或者是呃 在下课上课都好了 就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呢 嗯 他们一般上交流是怎么交流的 还是完全不交流的 哦 非常好玩哦 啊 他们会 我觉得还蛮过瘾的 马来西亚是三个语言 啊 他们就混着讲 哈哈哈哈 真的就混着讲啊 反正当他这个字 他说不出 比如说有诸多马来文好了 但是因为他讲不出 他用马来文来讲 啊 可是小子是很可爱的一个小 一个小一个一个 一个小小世界 是 其实他在那边世界里 其实没有语言之分 也没那么复杂的东西 反正就拆你的动作 是 啊拆动作 就拆你的动作 反正在那当下 你讲这句话 应该就这个意思吧 那他们一样可以玩得很高兴 所以可能他们 因为我们设施 因为整个立场 是以英文为主体 所以他们是用英文讲 可是离开教室休息的时候 他们什么话都出来了 会会 比如说他们 就是一个华裔的小朋友 会跟 会 马来人小朋友 这样交流 会 马来人听着懂 他说华语吗 如果他参加了华语在里面 当然不准 他就试着 我觉得马来很好玩哦 这个小孩子会 好像我觉得很像 城市设定哦 这个是马来人 对不对 我试着先用马来人 马来文跟他讲话 他试着说 你明明还试着去说这个东西 那直到对方不行 他可能参加句英文 那再不行 因为老师在嘛 就转个声 老师这句话怎么讲 他就开始玩起来了 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在小孩子之间 其实是没有太多语言 没有太多文字的 他们就是很简单一个事情 我们想一起玩 你看那就是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主题 有没有 就是一个比如说 你就是好 这个表面吧 就因为我想一起玩 但是因为这件事情 让我们开始接触了 开始去适应 对方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很好玩的事情 那比如说 最近的开灾节就好了 那其实我很自然 跟小孩子 跟华人 就是跟非马来人 同胞官讲说 他们在开灾时 先尽量说 不要在前面吃东西 我们自然 因为老师总要 传递一个讯息 那是要尊重他们 那他们很自然的就 哦好 那他们自然就会 竟然在旁边吃 那但是地方不大 你先说 那他们知道 他们为什么要这个 什么 开灾吗 我们会大概去做 一个简单的解释 那可是现在刚才就是 我先讲那个画面 那其次当中 其实是很自然的 你知道吗 那那个就是 他们自然会自然 他们头自然会 转另外一边 可是我们教学中心 毕竟地上不大 我们没办法 另外一个空间 给他去那个 没有像他们去意识 对这个 因为空间并不大 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他们很自然 就是说 好啊 可能我上课休息 他们头会转向另外一边 去做这样的动作 那他们就很自然 认为是这种尊重 他们是很高兴 觉得我多学了一个文化 那竟然是这个样子 因为他们是这样子的 他们有这个文化 有这个原因 所以他们必须做封灾 那他们也这样 会尊重对方 那以马来西亚 就是以马来同胞 小朋友来说 也很自然的 他就是很自然 那他也不会故意去 跟你说 你不要在面前吃东西 也不会有这件事情 你懂吗 那你这小孩子 比较不听话 他不管就我吃我的 那马来西亚 也不会怎样 我反正刚才说 你好厉害 你坚持着住 你好了不起 他反正就很高傲 他觉得他今天能够封灾 这件事对他来说 是一个长大的证明 你懂吗 所以他绝对不会犯对 就是说我去偷吃一点 其实这个是因为 他们家长的本身 已经有教育了 对 都有这个 我觉得这个就是传承 我要说 为什么要从自己了解 自己母语开始 因为我刚才讲 其实是一个媒介 有没有 我去讲这件事情 说可能带到一些故事 因为学文字这个东西 其实你发现文字 是从一些历史 慢慢演变过来的 就总是有代言故事 他们就说 原来为什么要这个样子 那在你们跟这个 华人小朋友跟他们说 吃东西的时候 有这个尊重 他们 他们明白 为什么需要有 这样子一个尊重 他们会不会问说 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吃 这个 老师方面有没有去讲 会 老师通常会去讲 当然我们应该 最先是 没有 我们基本上只是很单纯 我们并没有 因为上课时间 因为我主席的那部分 休息了十分钟 只是大概 带一个概念 那这个东西 其实我会觉得 我将来讲好了 我把这话题 拉开一点点 拉开一点点 我会觉得说 整个儿童教育 不要只是放在 老师一个人的身上 对不对 我刚才我们就提到 你刚才问到 家长你们跟他说 对不对 那社会怎么做 所以我讲说 整个儿童教育 基本上 他有三大教育的 一个影响 一个叫做社会教育 学校教育 跟家庭教育 对不对 那只是不过是 学校教育 就是所谓老师 他占了一个 领导一个地位 引导 不是领导 对不对 引导一个地位 所以他只慢慢慢慢 慢慢去 把这个东西 交出给小孩子 可是其实我需要 是三方面的结合的 但是社会的教育 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比较担心的 这个 对没错 我们看到 常常媒体报道 有好多这些冲突啊 什么之类的 那小朋友 如果了解了过后 他们会去怎么想 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呢 所以这个 就正在老师的讲法了 所以我常常讲 我今天其实 有设了很多一些 老师的一些 就是去做这个 民族教学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重点啊 那这个有其中的 最重要就是说 其实老师本身 他必须是 很中立的立场的 他本身的立场 必须要很中立 不管他怎样都好 你明白吗 首先 对 你们的这中心的老师呢 主要还是以 都有 就不同的族群的老师 都有 没错 国外还是国内的 国内国内 就是本地人 所以基本上 老师本身的立场 就是你很清楚 是一个教学者的角色 因为你讲的每句话 都会影响到 小孩子的未来想法 所以我常常讲到 是讲一句话 你永远是很中立的 但你讲这件事情 是不能尽量 我只能说尽量 尽量不要把自己的 那个所谓的情绪 带到里面去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东西 当然需要是 慢慢慢慢慢慢 再演变啦 如果今天老师 尽量能够把持 树这件事情 然后我觉得 慢慢慢慢 就演变开始 我觉得很多东西 从教育做起 所以老师 这个方面 可能要知道的 然后第二个 可能老师说 你也必须说 尽量多了解 不同的那一个文化 你再这样去了解 但你要了解 它相对性 所以刚才 传对给老师 就像你说 我们老师 其实有些责任 要跟小孩子讲的 为什么他这个样子 当然我没法 说得很深 我老师说 因为基品中 你不是这个文化研究的 专业者 那我们不能说 非常深刻 基本上就像一般的 社会上 我们讲一些 基本的概念去提 那有些东西 比如说 当然老师 我是说 小朋友 跑来问我们的 新闻问题 也是会的 你知道吗 对啊 也是会提一些东西 为什么要这样啊 那我们就是 以一些比较 中一两句解释 那我们就会说 他们会举一些 什么样的新闻 什么样的新闻 会引起他们的新闻 比如说 最新一样的流行 比如说 吃东西 要移到另外的地方 去有没有 对 然后他说 为什么要这样 我说 其实你有哪样 的个案 我说这样提过去 你觉得 我们起码给他干 其实整个社会群体当中 每个要每个 自己想法 有每个人做事方式 所以我们以偏概全 就对了 你明白我意思 我觉得 会把 我们尽量去讲 好的那一面 尤其我们教育这一块 当然社会以后 变化很多 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觉得 老师对于小孩子 教育上尽量去说 提好的这一块 为什么只应该 提好的 不是 我意思是说 同样一件事情 两个方式去看 比如说很简单 小朋友问了 一个问题 我刚好有一个 开在一起 就是买了人 在吃东西的 他就说 老师最近好麻烦 每次来大塞车 麻烦死 烦死了 这是事实 你明白 可是我刚才讲说 对啊 可是要尊重他 可是反过来想 你要吃东西 以下可以马上 倒不下去 马上有的买来吃 这平常是做不到 这件事情 所以你一样 可以参与他们 一样可以去买 他们要吃的东西 你懂我意思吗 我觉得一件事情 就是我上次也讲的一样 东西太简单 只能是看哪一边 那我不是说 很多事实就是事实 那你不需要去针对 这个话去讲 我不用扩大那个缺点 大塞车 造成交通不方便 你这样讲 这个话题没完没了 你不反应一下 他们的话 是这样 为什么不适合容约他们 你已经会到下面 去买东西 有没有 我觉得用这种方式 所谓好的 是这个意思 所以小朋友的接受度 他们都可以接受到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我是强调 小孩子是很单纯 在他们之间 在他们交流之间 是没有任何语言的问题 也没有任何 他们就很单纯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没有所谓 什么肤色 什么之类的 没有这个 其实你的小朋友 是几岁 你们的这个东西 我们这边 大部分都是在 五岁到十岁之间 五岁到十岁之间 对 就是儿童 对到十岁的时候 基本上算是比较 应该都算是 三年级 四年级 对不对 所以到这个年龄的时候 可能会比较调皮 当然我知道 有一些小学生 他们可能会 因为家长 或者一些什么关系 说 哎呀 这个 什么不同族群 怎么样怎么样 会啊 他们会在学校 也会有这样子 导弹的一些行为吗 会 会 所以就站在老师立场 所以讲说 其实老师还是 占了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我觉得老师 有个责任要去做 就是说 其实 我们要尽量去厘清 小孩子 对其他文化差异的 一个偏见 那尽量给我们 以三个 以四个立场 去做这件事 像 既然以他们说 以尊重 和平 忍耐 跟合作态度 去了解 去面对这个文艺差异 差异化 所以这个事情 是要老师做这个动作的 那只是说 老师讲 因为社会教学的关系 社会教育的关系 所以很多老师 自己的立场是偏差的 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那偏差没有问题 那是以个人的愉悦 我说那是以个体化 那没有问题 可是我在教学立场 我还是一样 以比较重力的愉悦 去讲这件事情 因为那已经是你的责任了 所以我们针对这件事情 我没办法去告诉 小朋友说 是哪一个方面是对 我只能说 它差别就是这样 你去了解它 所以这种 想更简单一点 就说一笔炒饭就好了 你不要想太负责 比如说觉得很好吃 他觉得很难吃 他觉得料很少 他觉得太闲了 所以是比较主观的 对啊 我没办法去控制 他你的想法怎么样 我只能跟你说 他就是长这个样子 你去试着去接受他 也能帮我去了解这件事情 那当然最重要 你必须以和平 跟忠重 去了解东西是怎么样子的 我觉得那就行了 我们有一位听众 他就留言了 有一位朋友 他说 只是学习禁忌 但不了解背后的原因 是没有意义的 对 没错 对 所以他 这也是鼓励盲从的一种行为 对 所以我刚才听起来 其实就感觉上 如果是老师 没有去解释 他背后的意义 就变成造成 这学生只是根 他说什么 没错 没错 所以在这一点上 就是一般 像你们学院 或者一般教学过程中 是不是老师 也要负上一定的 这个解释的责任 对 基本上我要强调这一点 这个 我说要做现实 跟整一个 因为现实操作上 其实还是有一些困难的 因为我只能这样说 我们只能尽量做到这一点 所以其实为什么 学校课程 有所谓的学友专攻 为什么有历史课程 为什么有人文地理 其实这学校政府 其实已经在做了 那只是说 我会反而 呼吁这方面的 专业老师 你懂吗 因为其实我们是一个教育立场 那我们在内住心 跟教育 我们所属于理科这个部分 当然理科说得非常的详细 那在文化传承之后 当然我们的工作 老师讲 我承认我们的技术性 是不够的 我们的其他 也是一个专业课程 所以我只能说 在这方面的老师 可能说你需要 花更多时间 去讲这个部分 那我们一年一小时 说我们上课时间 其实很短 因为我们必须是教学中心 我真的有自己立场来讲 上课时间 大概只有 一小时三十分钟 一小时 对 时间是非常短的 去带过 因为基本上 因为我刚才讲到 我早期在教我理科的部分 那我非常赞同 那一位留言者 对不对 其实这是 这是没错的 所以刚才讲了 老师必须了解文化 他还说了一点 如果只是解决 这个各种宗教的矛盾 并不是互相尊重 难听一点 就是至少门悬血 对 所以是真的需要 真正的交流才可以 那在这些小朋友 五岁到十岁 因为他们也没有那么 没有 其实没有 对对对 所以我一直强调一点 这个其实本来我的结论 不过我来带一下 其实你回想一句话 童年是什么 你回想一下 童年是怎样的东西 童年是吃喝完了 成长过程 对对 吃喝完了 对不对 那童年什么是童星 对不对 那童年是童真 对不对 童序 最重要是什么 叫做童言无忌 你明白了吗 其实其实我当年 犯小孩子 他们真的是很单纯的 对他们来说 其实没有所谓这种 就是不同文化 我至少觉得 我手下的那些小朋友 这个问题倒是真的还不大 除非 家庭严肃严肃 给他太过偏 偏激的一些想法 要不然在正常的 模式上之后 他们不会太过去 把因为这个是一个话题 就算他们不会觉得 这是一个话题 那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是可以判断 你的大环境的影响 对对对 比如我说 我说把那个开拆解 这件事情去想就好 你们说 因为他风灾 所以不能吃东西 你们不要想这么复杂嘛 在头脑里就很简单 你肚子饿 你就不吃了吧 我肚子饿 我就吃嘛 就这么简单 你吃也不打扰你 我吃我的你吃你的 他们很甘纯 可是这样子就流于 一个只是互相尊重 只是知道他们 这个是禁忌 可是不知道 为什么他们要风灾 对 所以在他们心目中 会不会也是会有 其实就是 现在可能还想不会 但是其实就埋了一个种子 他慢慢长大的时候呢 就会演变说 其实你不了解 为什么对方要风灾 然后就会 当可能他们 去到一些行政部门的时候 做事比较慢的时候 就会说 你看那就是风灾 然后就没有力气 就做事比较慢 就是潜移默化 慢慢长大 满在心目中 我们并不了解 他们宗教 其实有说的风灾 就是要体验 饥饿 然后是一个圣洁的 一个月 对你说 你要给人家的痛苦 什么的 对 可是 我刚才强调一点 我可能我们先把教育 我个人的教育理念 是这样 我们不能够去限制 孩子的学习模式 我们不能去控制 他的未来思想 我们角色 有你在引导这件事情 你明白吗 因为小孩子 现在成绩不好 未来可 老婆是个大老板 那我在想 大老板未必是最好的 只是他有他的发展模式 所以我讲了 我们老师的立场 至少我的想法是这样 我们只让他能够结合在一起 因为小孩子之间 没有这个语言障碍 就是没有这所谓 他们认为那种语言障碍 那种问题 他们这样去做解除 所以他们会拉手 拉着手一直去玩 他们真的融入对方的族群 有没有 我跟你小朋友 你小朋友都是 可能都是 印尼龙之马人 我们就玩在一块了 所以这种是 我们是亲生去接触的 你懂吗 我们没法用文字去教学的 那么如果是家长方面呢 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 参其他的种族的 小朋友会不会有一些 好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我能说 就是我们办过这么多次的 新生国际比赛 或者说一些交流会 对不对 他们会因为小孩子喜欢 我觉得这个是天性了 因为小孩子在这个环境 那我们很高兴 那他也很自然 会不会知道 才去讨论这件事情 方便问你一个问题 好 在你中心的就是 这些小朋友当中呢 就是这些家庭啦 家庭环境是属于中上的呢 还是比较 其实都有 其实都有 不过基本上都会 中间的一般啦 就是一般收入者 对 一般收入的 对一般收入 是比较普通话的 就是可能算是中产阶级的 对 受薪的 都有 对 所以你有没有觉得说 会不会可能不同的这个 比如说有中产阶级的 或者是比较高收入群的这个 他们的孩子 会有不一样的一些观点 或观念 这个我不是你一篇概远 我现在只能跟你分析 就是我只能跟你分享 我自己的领域 那这个也许会发生 可是我是强调是说 还是会有一些独立个体吧 你不能去 不要把他牵制说 中产阶级的个性都是这样 对 有没有 所以这个 我就是在于说 你能够做 就是你这样做传承这个动作 那你不能去限制是啥 所以我这很难去以偏概全 我刚才是强调这个概念 这个方式 那当然是 其实像这个 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 就是你们学生 也没有问 比如讲像 我知道这个国小的事情 学生有没有去 去国小 在国小生 在浴室用餐的这个事件 其实说 学生有没有去吵或者问 没有 其实没有太过那个 反而有那种力 你知道老师 他问的那种概念 只是很单纯的跟你聊天 就是聊一个新闻 就这样子而已 他们也会去聊 会啊 学生之间倒还好啦 只是说 我们跟老师之间 跟小峰之间 会有些沟通动作 所以其实 我们先把那个概念 跳开啊 我们不针对这个话题 他们什么新闻都会聊的 很强烦在飞机掉下来 或是哪里沿误 问题他也会跟他聊 学生都会去聊 对 会去聊 因为这个很重要 我说社会这样 就是因为社会 刚好夯这个话题 大家就讲这个话题 所以他就不会 就特别针对 我一个话题 来做一个放大的效果 但他们会不会有一些 什么特别的一些说法 就学生可能说 哎呀怎么 这些 在马来学校 是这样子读书的 他们会不会担心 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他们反而是担心 他自己学的这种状况 不会担心马来学 他不会去分析 你的学员当中的是 国小生多呢 还是华小生比较多 一般来说几乎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大概15个来说 平均大多很自然的 大概是7比8或是7个8个 所以都差不多 所以国小的学生也开始重视了 这个珠酸 对啊 他们也就 所以他们其实不会太去分别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他们针对 不是没有说 他们针对校长会不会做这件事情 反而不会针对说 你的不同的学校会做这件事情 那个意思就不一样了 好 在我们线上有另外一位嘉宾了 我们先暂停一下 跟这位嘉宾 就是蔡山聊一下 蔡山老师好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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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事啊 有什么事 当然是好事才找你的啦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谈这个儿童教育啊 你刚刚有没有听啊 我没有听啊 我在工作啊 没关系呢 那现在你要开始给一些你的这个见解啦 因为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儿童教育呢 是跟这个族群 宗教 他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比如说像这小朋友啊 我们都知道最近啊 有这个意识 用意识来开灾的事情 闹得满城风雨啊 这样子啊 那其实小朋友本身呢 他可能对这个并没有太大的这个呃感觉 而是大人或者是政治人物都在炒作 那小朋友方面应该怎么去教育他们呢 呃 小朋友那方面呢 其实也不也怎么去教育他们 我其实也也不需要太刻意去呃 去做那些呃教育了 我的看法是因为 不用教育啊 那就让他们自己不用太刻意 那可以怎么自然的去教 是啊 呃 其实很多东西呢 嗯 呃 我觉得 你以及说要怎么去教育那个小孩子 你倒不如说你把你整个国家的环境 或者说主要的环境去做一些调整 那会更好 因为教育的话 呃 其实教育 教育啊 我们说教育就是说我们在学校 学校那那那那那那一块啦 就是说 其实在学校那一块呢 其实占我们的人生其实也不是很多的时间啊 还不多啊 如果如果假如你有可能有八十岁命的话 啊 你你可能也只不过占了你时时 获得二十八天的人生的一个阶段呢 但是那个阶段是很大的决定性啊 你你交的这个朋友 你受的一些教育模式 都是从你最小的时候开始被灌输的啊 呃 但是那那那那那那那种这样关键的时刻呢 假如你说你要一个小孩子去好去了解那些所谓的什么种族冲突 所谓的什么种族呃和解这些科皮呢 我觉得对孩子来说是太沉重了吧 因为既然是既然好像你既然啊 既然啊既然就好像为了说的啊 教育其实占不了我们多啊 在学校的教育其实占不了我们多大的时间 那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在啊那么短的时间 加上一些这么复杂的情况在学校里面 难道等他们出了社会过后面对社会的这个残酷才知道吗 比如说像现在啊 社会残酷 对啊 就是这个种族之间的一些矛盾啊 那就来不及了啊 这个这个所谓烟囱 加码的烟囱已经形成了 加码 那那个烟囱讲了这么久还还没有讲腻啊 阿龙也在讲啊阿龙还在讲啊这个 啊好了我们现在就是 我就现在跟你做一个比较简短的说明啊 啊其实呢很多人也是出了社会才了解社会的残酷 其实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我必须要说明啊 我们首先呢我们必须要认清一个很基本的现实 嗯就是说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呢 其实我们的种族关系呢从来没有和谐过啊 没有和谐 教育的问题啊 啊 这些都是教育的问题啊 没有把这个小朋友教好长到后 嗯 首先呢其实呢这跟教育呢 其实呃教育在里面占的问题呢 其实是很小部分而已 那这主要的问题是哪里 嗯什么 最主要的问题 嗯最大的问题呢 啊当然当然其实这个不是问题啊 这个是一种很很很自然的现象了 怎么会自然呢 首先呢首先呢在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里面呢 那种族群之间的矛盾跟那种啊碰撞呢 那就是肯定会有的 嗯 啊不管你不管你的教育上面做的多好啊 或者你在很多方面或者你在社会上的舆论或者控制的多好的呢啊 其实种族之间的矛盾跟碰撞呢 那会肯定有的 啊所以所以我们首先我们就必须要承认我们国家是不和谐的国家 所有族群呢都有很大的敌对跟敌对跟仇恕的因素在里面 所以所以当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首先就必须要厘清或者承认这个问题先嘛 所以是不是 你先 后来的情况你会比较容易去改善啊 那为什么想说 是不是因为你说这个原因就是其实我们要知道是其实这个国家是不和谐的 所以纳吉才提出了全民和解这个说法呢 哦其实呢全民和解呢就算一百年后呢他也不可能出现 哈哈哈哈 那你跟他说 就是说一百年后 你好奇怪 你刚才说到了不和谐 那你觉得不和谐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除了你刚才说本来原有就会有的矛盾 那最大的原因导致这些矛盾不能够被融合的最大原因是什么 是不是少了了解呢 不 其实呢 并不是少了了解 而是呢 马来西亚人呢 其实都有一种痛病 不管你是什么的 不管你是黑色白色或者黄色 这种痛病就是大家对自己都没有什么自信性的 因为因为缺乏自信性呢 所以我们马华人应该缺乏自信性呢 一旦我们感觉到我们的族群逐渐被马来人同化的时候 我们就很恐惧 哦惨啊 那个可恶的三端又要来同化我们这些华人了 因为我们华人没有自信性嘛 但是你这样子的说法 马来人也会 有些人也会认为说马来人没有自信性啊 所以需要这个宪法的保障啊 是你讲的 是你讲的 我什么都没讲过啊 我没有讲啊 我是说有人有一般人也会认为这些说法啊 而且不会啊 那这样你继续去接 你们三位可别查 那你就继续听我讲下去 好可以 华人对自己没有自信性 所以害怕自己对马来话 那马来人自己也没有 对自己文化没有信性啊 所以就会很害怕呢 华人来跑来这个国家统治马来人 其实这是典型的 没有自信性的啊 呃的怎么样 没有自信性的表现 啊 我曾经看过一个报纸 就是说说一个马来华销生 嗯嗯 那后来他去做一个短片 啊 他曾经在短片里面说啊 要我去学华语 结果华语学会了之后 你们又又害怕我 不是马来人 他他他他说这句话 其实是他在马来社会 那种比较真实的啊 情况 也就是说当他学了华语之后 这很多马来人反而觉得啊 他怎么这么不马来人的 所以这种是一种 没有自信性的表现 啊 你说 你先说完了 先说完了 那想问为什么 那想再追究下去 那为什么每个民族 会对自己没有信心呢 呃 其实 每个民族对自己没有信心 其实严格来说啊 这这有历史渊源的 因为在过去百年来 我们都被啊 西方人啊 白人的统治之下呢 其实呢 这种啊 对于本身文化 没有自信呢 也不是只是马来社而已 假如你去中国 呃 去越南 菲律宾啊 或者你去 我啊 亚洲国家 最进步的国家 在日本那方面呢 呃 对那种西方白人呢 不多不少 都有一种自卑 或者有一种缺陷感的 啊 这个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啊 再说回马来社 其实呢 我告诉你 马来人说华语呢 会被别人视为啊 说你不是那么买人的 华人呢 带风口呢 就可能说惨了 你要被那些 可恶的山帆给通话了 但是我告诉你啊 买人华人 或者印度人穿西装呢 他们并不觉得 有什么被通话的感觉 相反的 他们反而会因为说 啊 穿西装呢 感觉上呢 就比较啊 啊 比较进步啊 而且那个领袋啊 就有一点像 呃 有一种 比较文明的感觉 啊 就好像我当年读国中的时候 就是很多的学校长 就是要强迫我去带领袋嘛 那我很好奇的是 那个领袋根本就不是我们什么 啊 马来人的文化 那个是老外的文化 啊 就就然我去啊 国中念的时候 就然就然马来西亚这么喜欢强调 啊 或者说马来人这么喜欢强调 他们自己文化多优越 干嘛要在那 要在那种啊 马来语做主导的学校范围 啊 要我们去细上那个西方殖民旗的领袋呢 但是如果话又说回来 如果你的校长当初呢 是强调说 哎 你要穿上这个马来传统服装 戴上松果 对 你们会接受吗 啊 那个我们就肯定百分百呢 就是说那个可恶的三番又想来通话我 哈哈哈哈 那你们要怎样 对啊 那 那想怎样 而且其实我还是在想着那个自信心的那个部分 到底跟这个种族和谐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对不起 我插上一句啊 我觉得还是回过我刚才你自己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 不要说了解别人的差异性 我觉得马来西亚其实他们对自己本身的文化的那个根基也不是这么深入 所以产生说说你有自信心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可能 我觉得这要去探讨这件事 就是你自己了解自己多少了 我觉得这个要先了解的 才在第二步去了解别人 啊 这个啊 你这么说呢 其实是很对 那当然我回复 啊 恩词啊 恩词可能会有问题吗 就是自信心跟和谐有什么关系 那是小亲问的 是不是太像了 不不不 因为当买掉所有种族他们都很有自信心的时候呢 啊 其实呢 啊 当有自信心的时候 他们不 并不会觉得说 穿了其他种族的服装就矮人一劫了 啊 就像这样 就像我们看很多白人他们来亚洲国家 他们也说华语啊 穿洋装啊 啊 甚至甚至 跟华人搞了一些啊 跟亚洲人一起混在一起生活 就是搞一些有的没有的啊 不属于他们文化范围的事情 啊 但是因为他们是有自信的啊 而且这么白 这这 而且现代化是由西方人 所启动的嘛 所以这么多年来啊 他们是有一种啊 自信的 但那种自信不是很强的 是很自然的 就是说啊 我就是白人 啊 我就说我穿啊 什么人的衣服 我也是白人 我说华语 我也是白人 是吧 所以因为他们有这种自信心呢 所以呢 他们去到任何国家 对任何人的文化呢 他们首先 他们很少可以说 抗拒或者什么 基本上我们看很多 愿意踏出国门的白人啊 我说愿意踏出国门的白人呢 他们在台湾 你会发现他们会很主动的 跟当地的文化呢 做一些接触 做一些交流 啊 甚至那些很多的白人 来到其他国家呢 他们不去shopping 他们首先呢 他们可能会去博物馆 啊 因为他们说啊 我来各种国家 我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 或者什么文明等等的 因为这就证明 他们是很有自信的 啊 相反的 像我们买下的呢 去外国就是shopping 啊 雪冰 LV啊 Gucci 这些东西等等的东西呢 啊 因为我们没有自信嘛 所以我们去去到外国呢 我们要拿钞票 去证明我们的自信 啊 这个是啊 所以这是我们 没有自信心的表现 我觉得这是 金融心的表现吧 那我想请问 你觉得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 呃 可以让我们 对于自己的民族 更有信心呢 来 克服这个问题 这个 呃 不和谐的问题呢 呃 首先呢 我们马来西亚人 没有自信心的 那个是死症啊 那个是救不回来的 这不要浪费最多时间 家瑜没办法改变吗 啊 那是没办法改变 狗改不了吃死啊 你有看过狗不吃死的狗 可是都是人啊 如果你说改变不了啦 那那 未来就是这样子 你看哦 有一个 现在目前呢 我们不是看到说 要把这个 呃 伊斯兰文明 这个东西呢 强制性的 偏入课程 成为这个 所谓必修科 那如果说 没办法改变的话 那为什么有一般人 就去呃 会去反抗 说这个不可以 那有一般人 就接受说 哎 这样很好啊 呃 这样啊 那其实呢 就是其实呢 当然我 我是说 马来西亚人 没有自信心 这个事情是死争 是救不了的 啊 但是我没有说 种族和谐 是救不了的 为了你要听清楚 啊 这个很重要 但假如说你说 对于马来西亚和谐呢 有什么样的说法 其实有很多种说法 嗯 啊 当然啊 有一些老派的马来人 他们就觉得 我们就说同样的语言 那我们就会很和谐啦 啊 就是说 华人就说 啊 只要你承认我的地位 啊 我们就会很和谐啦 嗯 就说加码 加码 这个家伙呢 就每天说 我们小时候一开始 就在同一间学校念书 过后呢 大家就可以啊 啊 就可以就是说 啊 比较有了解跟共识啦 嗯 其实我觉得 这些全部都是废话 嗯 那你的见解是怎么样 来 我觉得啊 如果要 当然我们要首先知道 和谐在马来西亚是不可能出现的 但是 共同点 或者共同的联系 建立共同的联系呢 那就是有可能的事情 我觉得马来西亚 呃 假如你真的要达到 每个种族有 互相的 那种关系练的时候 我觉得通婚 是最 最理想的 通婚 异族通婚吗 对 异族通婚是最理想的 啊 但是因为马来西亚有一个 啊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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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人 因为马来人的自信心 啊 就是没有什么自信心啊 马来人 而且穆斯林 对自己的信仰 也没有什么自信心 虽然他们会制定一些 很奇怪的法律 就是说 啊 穆斯林跟 穆斯林是禁止通婚的 假如你要娶马来妹 啊 或者马来人 因为马来妹的身材很好 你要娶马来妹的时候呢 你就要加入伊斯兰这个大家庭 那给阿龙不行 阿龙要放弃吃猪肉了 啊 对对对 所以呢 这种马来人或者穆斯林 对自己没有自信心的行为呢 是阻碍国家达治和谐的方向 啊 这个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我的意思是说 啊 当然开玩笑已经开完了 那我们也是排斥 那我 我开玩笑已经开过头了 现在呢 我就说严肃一点的 认证 其实 其实学校 我加码很喜欢说 哪学校做比喻 其实学校里 就是说你帮了各种族的学生 在一起的话呢 其实那种之间那种 关系链呢 其实不强的 它其实不会很强的 你可能会因为 你长大后 你去了台湾公司工作 或者去了英国公司工作 你那种小学建立的关系 它就会断了 会断了 其实不稳定 所以我为什么会主张通婚呢 因为当通婚呢 其实也不是两个种族的 两个年轻人的事情啊 而是两个家族的事情 当你两个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家族的时候 他们形成一个关系链的时候 那种文化之间那种碰撞跟对话呢 其实就会很频密的发生了 而且在这种碰撞跟文化交流情况的 出生的小孩呢 他们对所谓的文化的宽容性 其实是非常的大的 其实我认识很多护血儿呢 他们对文化的那种便捷跟宽容度是很大的 假如我们马来西亚社会呢 这种混血 种族混血儿的族群呢 越来越庞大的时候呢 其实到那个时候呢 和谐其实会比较容易 但是这个通婚的条件呢 你说的是族群 你别忘了还有宗教这一回事 也是一个这个阻碍 这个绊脚石 对不对 那首先呢 那我们现在最大的绊脚石就是 穆斯林 穆斯林跟非穆斯林不能通婚嘛 对吗 所以现在居然穆斯林身为 马来西亚最大的族群呢 他必须展露他自己的自信 就是说 我就相信我的信仰 其实是不会被破坏的 即使我的小一代跟非穆斯林一起生活 我的信仰也依然不会被破坏的 所以必须展露一个很勇敢 很很有自信心的一面嘛 对吗 就是说 好了 我的女儿 我的 我就让我那个穆斯林的儿女 就跟你这个非穆斯林结婚啦 就说至于宗教那一方面呢 就是自己选择 那些必须展露这些自信 而且我记得啊 在伊斯兰的经典那边 好像有说过 伊斯兰跟犹太人可以结婚的 犹太确实可以有婚姻关系 我好像记得有这样的一个章节 但是我不是太清楚 那财先生 我做个假设了 我做个假设啊 如果今天你娶了一位穆斯林的一个女孩 那你们有了这个孩子了 那这个孩子应该跟回这个穆斯林的这个宗教呢 还是跟回你的这个宗教 很简单啊 等18岁过后让他自己决定啊 这这么简单的事情啊 等18岁后让他自己决定吧 那如果他选择了这个入伊斯兰教 你有什么意见吗 那我都取伊斯兰妹了 我还建议他进什么伊斯兰教啊 嗯 OK 那在你的意思上来说 就是只要这个穆斯林的这个婚姻的那一条 那条规定被抽起来的话 那是有促进种族和谐的 通婚了之后就会和谐 不会开促进种族和谐 但是会建立种族与种族之间的链锁 那种关系链锁 又或者是没有种族 最会是的 因为大家变混血了 也不知道自己是混了什么血跟什么血 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种族了 所以在他们身上就是有那个血液上的和谐 都是在一起 那那其实我有一点想问的就是 那那个只是在于穆斯林的部分啊 那马来西亚还有很多族群耶 那如果是按照你的这个说法跟这个逻辑的话 那华人跟印度人没有这一层的障碍 那华人跟印度人更容易通婚 那华人跟印度人其实照理来说会比较和谐 对啊 可是也没有看到这个情形啊 因为那是因为混的不够 混的不够 所以你说的除了抽掉这一层婚姻的这个障碍之外 还要还要混的够才可以促进这些关系的链锁 那对对对 可是怎么样才算是混的够呢 就是说你每一个家庭都跟异族有一个链锁 那个就是混的很够了 其实我要说的是另外一个案例 但我们其实一直说的其实是西马的故事 但我们忘记东马的故事了 其实东马呢 也有很多人说东马其实是种族很和谐的 其实我跟你讲 这些都是鬼话 那那个沙巴都跟粉就没有种族和谐过 是没有的 但是为什么他们每个族群之间的关系 几乎比西马人那种对立的关系好像好很多呢 因为在很多时候在沙巴州呢 其实很多种族他们都是异族通婚的 比如说华人跟卡达山 卡达山跟马来人 或者马来人跟杜顺 其实他们每个种族之间是有联系的 当这种联系出现了之后呢 一开始当然很多文化那种激烈的碰撞 那是难免的 但久了过后呢 大家可能对这些激烈的碰撞呢 都习以为常了 就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所以关系呢 会逐渐的逐渐的往好那一方面走 那我把这个比喻吧 假如你是一个 假如我是一个华人啊 我是一个很极端的种族主义者 但是我的女儿就嫁给一个马来人 我总不可能每天在我女儿面前讲 那些可恶的三番 那些可恶的三番啊 而且假如我的女儿就嫁给一个 很好的马来人的时候 那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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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对我来讲 哦原来不是所有马来人都是三番啊 原来有些马来人是个人啊 所以那种误解呢 就有一个机会去改变了 那我们必须要知道啊 很多马来人很多种族主义者呢 其实他们都是很有礼貌的 对吧 你跟他在学校在公司 在做个邻居之间的交流呢 他们是很有礼貌的 问题是他们是有礼貌的种族主义者 种族主义者不会贴着一个高步 在额头那边说 我讨厌印度人啊 什么马来人不可以来我家 华人不要去那边 很多种族主义者 他们不是这样子的 很多种族主义者 他们是很友善的 他们跟异族之间的交流呢 其实是很有礼貌的 但是问题是他们就是种族主义者啊 但是这个呢 你在学校呢 是解决不了的 你也看不了的 所以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搞通婚 两个两个种族主义呢 就直接拉抬一块 就直接关起门在里面碰撞 那就是最完美的方案 但是也是有一定的障碍 尤其是像我们从小到大 就是被起疑默化 从小呢 父母就会跟你说 哎呀你看隔壁那个谁谁谁 跟马来人结婚 哎呦他以后没有得吃猪肉 他说哎呀那个跟 跟印度人结婚惨了 然后我以后啊 可能打老婆啊 什么之类 所以两个被告出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在选伴侣的时候 我们已经把其他族群排除了 我以后只嫁华人 或者只嫁外国人这样子 所以就 所以你又说回另外一个原点 就是因为我们的穆斯林啊 没有什么自信性啊 就是说就是害怕自己的儿女呢 就被被异教徒抢走了 就搞一些什么有的没的法力 就说什么啊 什么啊 什么啊 穆斯林呢 就是在戒约的时候不能吃饭啊 吃饭的时候有宗教警察来抓 假如我觉得假如穆斯林有信心的话 他们干嘛搞这些法力吗 你就直接在国家开放食堂嘛 我管你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呢 你在戒约的时候 你想吃东西你就吃 你不想吃就不吃 对吗 而且我觉得因为他们没有 因为都是回归啦 因为没有自信的表现 所以搞出一大飞 这个不单只是自信的这个部分啦 因为他还有他的宗教的一些教育 还有文化传承的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是必须一个尊重的这个点啦 对不对 而且你说这个教育没帮助吗 那如果没帮助啊 其实所有的这个教育都可以直接废除了 你不需要什么一些历史啊 历史课也不用啊 对不对 历史课是这样的 当然如果你把学校定位为什么种族交流的场合 那其实是本末导致的 其实学校根本比较 其实当然学校有这样的功能啊 但是我觉得 假如你把那个功能设为主要的话 那其实是对学校有一种负担 其实学校其实对于根本就是教育人们啊 就说你培育一个品行良好的人 或者有能力的人的场合吧 假如你偏偏就是硬要把那些什么种族交流那些东西扯进学校的话 你那学校的功能会失衡的 所以整个社会对学校的观点不一样呢 它会造成学校的功能失衡 也让学校没办法发挥它的作用 所以其实呢 我觉得 其实很反对加码那一套 怎么各主学生每天同在一个屋檐下读书 那我就跟你说明嘛 你在击打州 在吉兰山州 那些98天都是马来人的州属啊 你在那边不管你怎么样 有些学校那就是百分百的跟马来人 什么难道那边的马来人就会特别的从事华人吗 但我告诉你 假如你在全马考透透透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吉兰山跟吉兰山跟吉兰山州的马来人 其实呢 他们并不会太从事太多种族的啊 对吗 而且还有一样事情 吉兰山 但我去过这么多州属啊 吉兰山的马来人呢 是对外州人 对华人 或者对印度人 最友善的马来社群之一 为什么呢 因为假如你跟马来人长期交往呢 你会发现吉兰山人其实他们很有自信的 就是说他们觉得他们是吉兰山的马来人 其实就是一种荣耀啦 所以我发现他们有自信的种族的时候 对其他种族一些差异 他们不方便定上的 嗯 好 好的 这样谢谢你 蔡川 我们时间带来 OK 谢谢 再见 拜拜 是 谢谢蔡川的一番自信言论之说 虽然我还不是很能理解 就是为什么学校被负起这一个种族和谐的责任 会影响学校的功能 那下次有机会再跟他探讨 是 我想他刚才有提到的就是通婚跟加码 其实那一套其实我觉得到最后也是回归到同一点啊 就是说去除本身强烈的民族优越感 就当你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不会特别觉得我是华人 然后我有怎么特别优越 那通婚的时候也是啊 当我我跟我的另一半生下的小孩是混血的时候 就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了 在混在混的时候也没有太强烈的自己是什么民族而去有 当你有优越感就可能就会排他 嗯 那你从事也是因为没有自信才会排他嘛 嗯 那David本身有没有其他什么样的听了 这个分享的有什么想法呢 嗯 我觉得只能这样讲 我不知道我觉得 我刚才听了他们这样说 我觉得其实 我会学我会这样讲可能会觉得比较 呃格据比较小 可是我觉得其实你可以从 我还是正会教育立场来想啊 其实从儿童教育来看 其实真的没有这么没有这么复杂 因为其实我们觉得我们都太过保持出 我所谓讲的自身文化的一个犹豫感 嗯 我说你必须学会 先承认CVB是最好的 你要去融合人家 所以先去变这个样子 我们永远不能改变我们自己的东西 实际上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不能一加一等于二呢 或是零点五加零点五等于一不行嘛 我们就不能再变成第三种 不知道为什么不OK 嗯 一加一加等 第三种第四种 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就一定我这个才是对的 嗯 我我我我最后我做个小结论 用个故事做结论 就是 哎有个人问说 洛贝尔得奖的得主 他说哎 呃成功的洛贝尔得奖者 我说我想了解一下 你在哪一所大学 受的教育是最重要的 学过什么东西 对你这一辈子影响是最深远的 他回答一句话 我在幼稚园的时候 他们吓了一跳了 幼稚园 对啊 我在幼稚园老师叫我一件事情 就是说 自己的东西要分一半给自己的朋友 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 东西用房间放整齐 做错事实要说对不起 嗯 你明白吗 我们回归到童生嘛 本来就是很很简单的 我觉得现在整个马来西亚环境 已经太多个人主义在里面了 嗯 太多的坚持 其实我们放开这一点 嗯 很多可以其实做得更好 那抱歉 我立场是 我觉得学校教育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搞教育的 没关系 因为你明白吗 因为觉得 对对对对 对没有说 我刚才承认这一点 以后社会会很多社会残酷 会改变很多东西 可是你同性是不是还在 你是还保持那个原点 嗯 当你出发点 想法正确的时候 你的未来路才会走得更远了 是 流连台是一个开放的平台 其实什么言论 我们都能接受的 哈哈哈哈 那我们今天这个讨论呢 就其实还蛮精彩的 有好多点在这边 所以希望听的朋友呢 能够自己找到自己 要知道的一些观点 也希望大家能够看到 更多不同的这个观点了 好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同样时间 再跟大家谈谈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